根據社福團體的調查 每四位經濟弱勢的孩子 就有三位是來自偏鄉地區 其中有一成三 家中沒有穩定的收入 就連學藝表現 也比都市的孩子差 幫忙做家事 主辦在乖乖寫功課 二年級的小芳在校成績優異 但因為父親李病 只能靠越南籍母親打零工 他希望以後可以當魔術師 變很多錢來幫助父母 根據社福團體調查 有一成三以上的偏鄉學生 家中沒有穩定收入 更有兩成以上是隔代教養家庭 在學習資源上面 有一成以上家裡還沒有網路 兩成沒有電腦 甚至有近五成學生 家裡的課外書籍不到十本 每四個孩子裡面 大概有三個孩子是來自於偏鄉 而這一群就是屬於比較底層一點的 這個弱勢的孩子來看呢 其實我們發現就是 他在這個飲食的部分 然後在衣櫥的部分 大概都有一些的困難 比如說七成的孩子呢 他們在這個肚子餓的時候 可能是找不到東西吃的 或者是只能吃罐頭啊泡麵啊 這樣子的一個食物來裹附 除了家庭生活差異之外 學歷的表現也不同 單看數學計算和英文瓶子的錯誤率 偏鄉窮學生都遠比都市的副學生還要高 成績明顯的不足 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人陪伴的話 成績可能是會拉上來 主動把消費留下來 每天的陪他們讀書 每天陪他們學習 這樣子兩年陪伴之後 那個國語數學英文的平均分數 都比我們縣的還有我們鄉的 平均分數高上十幾分 平鄉老師認為 陪伴是幫助學童成長的重要關鍵 而社福團體也呼籲大眾一起幫忙 協助偏鄉學童獲得陪伴以及更好的學習生活條件 給他們機會朝向更美好的未來前進 記者曹靖文貴昌 台北報導 記者曹靖文貴昌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